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报道2019年12月15日 投小党浪费票 沉水扁 干脆党竞算了 陈宗彦下台 内政部次长陈宗彦昨天说 政党票投给小党市浪费选票 呼吁大家集中选票 看到民进党盖下去 蔡英文盖下去 遭批行政部中立 陈宗彦昨天深夜在脸书致歉 对此 沉水扁前总统经15日 表示 迎进党从上到下都瞧不起小党 心态嚣张令人心寒 那么不喜欢小党 干脆修法把所有小党全部关门大吉 再学国民党实施党竞算了 陈宗彦道歉还不够 因紧急下台 陈宗彦昨天出席蔡英文总统桃源竞选总部 小英新著名姐妹会模拟投票活动时说 许多小党若没达到5%政党票的门槛 就没有办法参与分配立委席字 就会浪费掉 呼吁大家政党票要集中投给民进党 看到民进党盖下去 蔡英文盖下去 还说若不小心盖错了 干脆再多盖一个章 让选票变成废票 遭批行政负中立后 陈宗彦昨天深夜在脸书致歉 对此 陈水扁今天在LINE群组表示 陈宗彦是蔡英文副首搭档赖清德 担任台南市长最义重的首席局长 陈在林郑局长任内最大的政绩 就是把阿扁总统的故乡 超过300年历史的西庄女给费合 贯彻赖清德简并李宁的政策 深得赖神关爱的眼神而不自拔着进入赖阁 他批诚宗彦如今忘了我是谁 公然违背政治中立 并做了反民主的错误教育 竟然说出政党票投给小党市浪费选票 是可忍输不可忍 内政部那么不喜欢小党 干脆提案修法法包括一边一国行动党在内的所有小党全部关门大吉 同时在学国民党威权统治实施党计算的 陈水扁提及 不久之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家才说过政党票投给小党都是浪费的话 陈宗彦的主题赖清德也说过没有政党监督政党的 小党更不可以监督大党 从上到下都瞧不起小党的嚣张心态 不经令人感到心寒 陈水扁认为陈宗彦严重失言 公开向全民道歉还不够 更应主动请辞下台一鞠躬 以正观真 如果要来问我们台湾的民主圣地在哪里 有的人一定说宜兰 有的人说加义仙 但是阿兵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要以2022年的总统选记来说 南蔡英文总统 他拿到上海管的得票率的官司就是台南 在拿到上海管的得票率的乡定市 就是政三名 都总是在旧的台南官 第一名就是麻党 如果以传理部落来说 在票率最高的就是阿兵出席的 当时政三政南卓总统 举94% 当时政举90% 平均92% 可以说是比南卓总统 在平坡自己的高党 举得比较稠 举得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真的切割的出席 就是在台南 就是在麻党 就是在东西政 所以你说 民主圣地在对切割的出席 当然就是台南 就是麻党 就是东西政 但是我们要了解说 在过去 这个地方 总统是国民党的大本而已 我们历史的标准来看 可以说是民主的双目 所以我们在一关过一关 我们就要付出 很大的这个代价 所以现在看到说 大台南 我们民政党立正这个 但是呢 你有说说 丹东山管党的基金 我们有两位 丹东山管党的 阿兵 付出 做欧勒 跟太太 一世人 做论意的代价 所以去理中博 博士 就让人家赠票 最后也应允许 但是呢 我们并不这样 就要放弃 我们照常 向前走 什么都不怕 民主的双目 不可以 变成今天 民主的立足 变成民主的生命 所以 我们就要因此出缘 不可以 不记得 我们是怎么来 我们是多辛苦 在青少爷 到今天 我们可以两次 的立足积职 所以呢 我们一定得到 非常地点赞 所以阿兵 一直跟大家 共同来免疫 我们绝对 不能无本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怎么来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 所以包括阿兵 到回来 摸到南市 来看我 六十二当前 我第一次 正义美国民校 英尼特车的老师 杨宽颜老师 我永远少年 所以呢 看到老师 经过六十二当 他还有家人 勇敢 我们也感觉 带他来 欢喜 看到过去 的这些胸皮 老师 也这样 笑笑 想到过去 那当时 偏偏在五百里 来让他 咬咬 这样有法度 人家 揭标 管长相 来出业 所以呢 我们永远 不记住 老师的文情 我們在政治這條路,我們也要非常清楚 在維權、恐慌、民主 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維權的維權的通知 我們可以有歷史、執政的空間 這都是很多人犧牲、奉獻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穿著牧場的一樣 不活、不活 我們是感情的動物,我們要熱情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文青人是什麼人 隨時來地境,感謝 我們不可以死人的累 這就是阿扁亞的人生哲學 也是政治上阿扁亞一載 今天我們不可以來蒙文被捕 是不是這樣 對阿扁總統的人權 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全力聲援 我們民主進步黨 會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不會讓你們自己孤單地挑起這個責任 保證黨中央權力聲援扁案 蔡英文一邊向停扁群眾 最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